昨天央视对河北承德等的一些非法人员勾结个别民警消除交通违法计分进行了曝光 公安部当天作出回应责承当地认真查处 同时要求全国交警机关严禁以任何的借口违规消除交通违法计分 严禁以罚款代替计分 对违规消分的责任民警及所在单位领导给予纪律处分 情节严重的一律开除 对附有管理和监督责任的上级主管部门追究责任 公安部欢迎媒体和社会各界继续对交警执勤执法进行监督 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严肃处理绝不姑息